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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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年的这个农历 鼠年很快就要过去了 我相信 今年这个鼠年啊 大家都过得并不轻松 所以为了迎接辛丑奴年的到来 我们今年特别安排了 我们学院的四位老师 那就是 陈青赤老师 周和顺老师 陈青叶老师 还有蔡荣生老师 来给大家制作一段赫税的这个视频 我们要和大家以欣喜的心情 迎接牛年的到来 牛这种动物 它和我们人类生活在一起 已经有至少几千年的历史了 牛给人的印象 就是个性温顺 忠厚老实可靠 而且更重要的是 刻苦耐劳 我们深信 在这新来临的这个牛年里面 大家一定会生活得更加的幸福美好 我就在这里 代表南洋理工大学公子学院 给大家拜个早面 祝大家身体健康 事实顺心如意 大家好 荣历新年 即将到来了 恭祝各界新年快乐 辛丑安堪 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春年 什么是春年 春年的目的 谁春年的目的 就是象征吉祥 那么表达美好的生活 想往 这个是谁春年的目的 春年的来源呢 春年是从最早先行的时候就有春年了 先行的时候最早的春年满朝春千收益 那么每逢春节 华人都是有贴春年的习俗 那么贴春年能够感染 其实通常是在年月三十的时候就贴上春年了 那么在古代呢第一复春年就是 新年那一庆佳节好长春 那之所以会用红纸写春年 是从明朝的朱元章开始 就用红红约约就用红红红红 因为朱元章当时希望人们都把春年贴在新年的时候的时候春年贴在门上 所以基民都想印了 这样呢 从明朝开始呢 就用红纸写了 那么 春年 其实就是 书法形式之一 他可以写 单字 也可以写 两个字 三个字 四个字 都可以 或者是 写一对的对联 假设是 写单字 比如说 你可以把 附入 受洗 四个字 合在一起 写成 四个单字 或者是 单单一个 福字 那么 其他的单字 凡是 对于新年 有 乐气 有 快乐的 那些字 有 感到 高兴的那些字 都可以写了 也可以写在 日曆上面 日曆呢 你可以写一个 大字 然后 接下来写小字 那对联通常是 五个字 五个字 四个字 或者六个字 跟七个字 那 分为 上下联 上联必须是 有 凭着 有 磁性 要相对 凭着 相对 磁性相对 那么怎么样分别 对联 怎么样贴 正确的对联呢 就是 必须要把 上联的最后一个字 折身的 贴在 右边 然后 下联呢 最后一个字 是平身的 贴在 左边 这样才是 正确的 贴法 那么 一个 对联的上面也有 一个 横� 一个写横的 如果是 上联在右边 下联在左边呢 那个横的就从 右边写到左边 那最 好的一幅 字呢 写得很完整的 很工整的 一幅 对联 就是 这对联呢 磁性相对 字迹 相等 而且是 凭着也相对 所以写得很好的 一幅对联 那 其他的祝福语 比如说 你可以 写四个字 联风 人寿 等等 这些四个字的 对联 也可以把 他写成对 比如说 身体健康 事业有成 富 随 孙志 富判勤来 这个就是 一幅 四个字的对联 五个字的对联 比如说 银开 四三高 风 吉 之金草 这个也是 一幅 五个字的 对联 这些 就是 对联 七个字的 比如说 万象更新 银百福 一帆风顺 纳千祥 这个也是 我这里有一个 有一幅对联 很有意思的对联 若不撇开 终是苦 各自纳住 继承民 这个对联 它是 横批是 撇纳人生 在左 左边的 在右边的是 若不撇开 终是苦 假设弱字 的撇 那一撇 不撇 撇出去 那就是 变成苦字 那么 各自纳住 继承民 纳字 各字 如果不要纳出来 纳字的笔 只有收得住 才是 明 明字 所以说 格字 假设 纳不纳住 就成名了 那么 凡是世间的事情 撇开一些 纠结 就不苦了 这幅对联 它是 高明之处 就在于 自行 自义 的美 的结合 对联 就是 喝一 义 又极富有 智慧的 哲理 好 谢谢大家 对 哦 对 就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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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